嗨 大家好 小编现在人在这个休息站 因为我们即将开车前往槟城出席 Mazda Malaysia 的一个活动 那为什么我拍这支影片呢 因为我们开的车就是我身后这一台 即将来到我国市场的 Mazda CX-5 Turbo 究竟它的表现如何 小编也很想知道 话不多说 我现在就要上驾驶座 试看这台车了 CX-5 Turbo 我们现在笑到这样是因为我才要录这个影片 结果就下大雨 大家不知道听得到那个雨声吗 所以我现在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 CX-5 2.5 Turbo 的这个初体验 嗯 我其实在之前我是没有开过 它取代这个 2.2 连车的那个 OWD 的房本 但是我有开过 2.0 GLS 我有短暂试驾过 2.5 NA 的那个前驱版本 相比之下我拿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首先在动力方面 这个 2.5 Turbo 它的那个力水是肯定是比 2.0 的 饱满很多 它的那个力水 那个动力的那 所带来给我的那种感觉是 它的那个动力很充沛 它的最大马力是 是 247 247 HP 227 哦 sorry sorry 227 HP 峰值扭力是 420 Nm 这个峰值扭力 坦白说我是觉得很够啊 以一辆S要载人的 SUV 来说 我是觉得是 已经是很够了 从账面上看来 那实际上驾起来 因为其实今天我们是 开着这台车 开网 从 KL 开到 Penang 去 去出席一个 Event 所以现在我也是才刚刚开着这辆车上路罢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高速公路上这样子开着 所以感受其实并不太深啊 但是在动力表现方面我是觉得 它给我的那个感觉是那个动力是水船水到的 加上这个六速的 Sky Active Drive 自拍变速箱 是已经调教到很成熟了 所以他们的搭配 我会觉得是天衣无缝啊 就是它的那个换挡逻辑处理到很好 我一踩大油门 它就马上降挡 所以就算这一个版本它没有 这个 Pedal Shift 面着换挡薄片 我是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 它的换挡处理到很好 然后你要动力的时候 随时就来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是 All-Wheel Drive 的车型 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动态表现 比起我之前开的 开过的 2.5na 版的那个前驱版本 我觉得它的那个动态表现是好很多 因为之前的 2.5 我会觉得它的头很重 然后一直有要那种推头的感觉 但这一辆没有 至于在舒适性方面 现在我开着这个 CX-Y 在这个 Highway 上面这样子开着 我是觉得还不错啦 它是有稍微带来一些路感 但是 因为 其实 CX-5 这个 目前这一款 CX-5 Mazda 它是 在 NVH 方面它是下了很多的那个心血 所以 所以我开着这台车在这个 Highway 上跑 我其实是觉得它很近 然后引擎的那个噪音也是不大 唯一的噪音是那个胎噪声有点明显 然后震动方面也是不明显 就是说 我几乎感觉不到那个引擎所带来的这个震动 我觉得这个相比它所取代的那个 2.2 D 色版本 是好很多的 因为 Mazda CX Skyactiv-D 的震动 还是会稍微传进来那个车厢 但是这一个 2.5 Turbo 汽油版 没有 所以它在给你带来一个比较充沛的一个动力的同时 它在 NVH 方面又处理得很好 我是觉得 以这么一辆 C Segment SUV 来说是相当的完美 加上它在动态表现上又表现不俗 然后舒适性方面 可能如果你是做惯那种 Camry 这种日式仿车 你会觉得它稍微有点跳 但是对我而言 我是本身比较在乎 有操控还有整体驾驶表现的人 我就觉得这样的设定 非常适合我 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一个比较 蜿蜒的 Highway 上一个路段 刚才我是有过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弯 以一个蛮快的速度过弯 Body Road 还是有 不过相比起前驱版的 CX-5 我会觉得它的那个循迹性 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只不过我觉得可能这辆 因为这辆测试车它的那个胎压可能稍微有点高 它是不是有点抓不到地 不过整体感觉我是觉得OK的 我能很安心的过弯 以一辆SUV来讲 我是觉得这个表现算是相当的出色啦 可能我本身也是 我本身是蛮喜欢 CX-5 的 但刚才那个过弯的时候 它真的是有impress 到我 觉得这个 2.5 Turbo 它的那个 相信是它的那个输出很足够 所以我的油门 油门的那个响应 其实是相当的好 我稍微踩神眼它的那个动力就来了 不过如果是和 OC 对手的那种小排量引擎 我打个比方啦 Volkswagen 低官 这一个 2.5 Turbo 它的那个 加速表现是比较线行的 但是又没有 Toyota Heria 我开过 Toyota Heria 2.0 Turbo 它没有 Toyota 那种 那么线行 它还是会感觉到 你还是会感觉到这个车有力 只是它并不会给你贴背杆 我应该这么说 它并不会给你贴背杆 它的那个加速不会很暴力 可是它又不会过于线行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设定 其实对于一辆 SUV 来说 是算是很好的 因为你不会影响到你的乘客的舒适性 之余 它又可以带给司机 就是这个驾驶座 驾驶座 Driver 一定的一个满足感 所以今天这个 Mazda CX-Y Turbo 的 True 体验影片 就到此为止 我们接下来会跟 Mazda Malaysia 再借来这台车 做一个更深度的试驾 大家就敬请期待